知名武打男星季春华 反在7月11日病逝 想念57岁 他生前演过很多 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反派角色 尤其和李连杰合作不少次 两人也成为好伙伴 但日前季春华的葬礼 李连杰却没出席 事后有人发现他跑到俄罗 不思看世足赛 没想到网友因此纷纷指责李连杰 继春华曾在李连杰的第一部电影 少林寺饰演反派秃鹰 后来又一起合作新少林武祖演出马宁儿 轻战演技加上不凡的武打身手 在演艺圈闯出名号 而在本月11日因肺癌病逝 好友李连杰却没到葬礼现场 反而出国去看世足赛 隐瞒许多网友无法谅解 哄他无情 事实上李连杰是早有安排好的工 无法推辞 他本人对于不能到好友杠里也相当无奈 且他在出发前 其实已默默给季春华家属 一笔二十万元人民币的生活费 低调送暖 李连杰向来对幕后货共事人员很好 2011年拍好莱坞电影预决任务二十 有名替身演员在一场爆破戏 不幸发生意外身亡 当时电影公司只愿意赔偿2.5万美金 赞里连杰得知此时候 马上大方拿出500万人民币 为问家属 0011年拍户 优优独播剧